大家好,欢迎来到聊聊,我是小七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婚姻的生活当中 对待婚姻到底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 而且婚前必须看清楚 婚姻生活当中最幸运的是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人能够替你分担 并且在背后支持你 不过这样的婚姻是非常少见的 很多夫妻只要遇到困难 就各自逃避 如果遇到这样尴尬的局面 只能说明结婚的时候选错了人 当然了就无法和你一同面对生活中的苦难 对于女人来说 结婚之后就是希望有一个人能给自己依靠 让自己的生活能够顺心 如果你没有选对人 或者在婚姻当中没有正确的经营自己的婚姻 那么婚姻对于你来说就是苦不堪言的 想要从中跳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对待婚姻生活要坚持的一些原则 是最明智的做法 对待钱的问题不可忽视 不能缺钱 更不能不管钱 对于女人 结婚之前必须要把钱的问题给弄清楚 不管钱是多少和幸福没有太多的关系 但是没有钱的情况下 一定会影响婚姻的幸福 如果你心里面一定要嫁给这个男人 那么就要确定你们之间的收入是否能够支撑未来的生活 还要应对随时出现的危机 毕竟结婚之后两个人是要生活一辈子的 碰到一些突发事件是在所难免的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钱就很容易可能发生争吵 生活当中也不缺乏那些爱慕虚荣的夫妻 因为不经过对方的同意拿钱给父母 甚至不知道节约用钱 就因为这样的问题 两个人发生了诸多的矛盾 避免婚姻生活带来这样的矛盾 女人最好要有自己稳定的收入 无论你是工作还是坚持 只要你手上有钱 就不会因为这样的问题和丈夫吵个没玩 还有一个情况 女人有钱了 在家里面才会有一定的地位 不会轻易的被丈夫欺负 更不会被公婆看不起 所以钱在婚姻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都得重视起来 找对象的重要标准 是看对方的人品好不好 生活当中一个人的人品如何 比什么都要重要 因为只有男人的人品好了 在婚后的生活当中 才会对你更加的尊重 即便他爱你不是那么的深 因为责任的问题 他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你好 对待这样的问题 那些经历过婚姻的人都十分的清楚 爱情到底能够坚持多久 是没有任何预兆的 人品的好与坏是不会变的 只要你真的能够选对人 那婚后的生活 你就不用担心任何的问题了 至少他一定不会欺负你 更不会背叛你 让你在婚后感到满满的幸福 夫妻两个人能够彼此磨合 那就代表人品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每个人都互相认可 彼此互相的欣赏 这样才能够促进夫妻的感情发展 无论夫妻关系再怎么亲密 必须要保留一些神秘 夫妻关系可以说是最亲密无间的 但这种亲密也需要把握一定的分寸 不要什么话都和对方说 一些不需要让对方知道的秘密呢 留在自己的心里面是最好不过的了 比如你认为对方哪里做的不够好 如果在不影响夫妻关系的情况下呢 那还是也藏在心里面 如果你感觉影响到了你们的感情发展呢 那不如换一种委婉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还有啊 之前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恋爱经历 之前呢 梁家呢 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都不要轻而易举的随意说出来 你不能够确定这样的问题 对方会不会建议 所以呢 对待婚姻需要谨慎一点 这样对你们的婚姻肯定会有很多的好处 如果你稍微啊 大意一点呢 就很容易会给婚姻带来一定的困扰 在和婆婆相处的时候呢 要把握住分寸 毕竟她和亲妈是不一样的 婆婆毕竟不是亲妈 总归啊 还是差着一层关系 如果你不能够和对方积极的沟通 产生的问题呢 就会造成你们婚姻的危机 你的亲妈呢 可以什么都能够包容你 但是婆婆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自己亲妈面前可以怎样撒娇都行 但是在婆婆面前呢 你就要看情况 如果遇到一个很疼你的婆婆 那什么都好说 如果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呢 那就真的会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 婆婆心中最希望的就是 你能够和老公在一起把日子过好 你可以同她一起分担生活中的压力 让生活呢 过得更加开心和幸福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呀 其他的就不要和婆婆 有更多的交集了 如果处理不好呢 那只会是做多少 错多少 总之呀 婚姻当中就要遵循一些原则 要选对人 要懂得在婚姻当中怎样相处 这些呢 都能够让你的婚姻幸福 很多细节之处呢 就需要靠你自己一个人去 慢慢的装磨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